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海妹她在昨天晚上不幸过世了 想念57岁 对于不清楚这个新闻事件的朋友 稍微说明一下 12月11号开始有网络的讯息 就在谣传说周海妹过世了 当时大家就很紧急 有人去联络她本人 然后联络她的工作团队 但是都没有人接 接了也就是挂掉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结果后来就传出来说 原来发出网络讯息的那个账号 她自己删掉了 账号也删掉了 后来在过了好几个小时之后 就有人说 我跟你们证实 其实海妹本人是还在的 大家请安心不要慌 但就在昨天晚上 12月12号的晚上 我自己是正准备要睡觉 刚读完书 打开手机 就看到了我的新闻app 中央通讯社的一个新闻头条 跳了出来 就是周海妹本人呢 周海妹本人呢 在北京的医院病逝 享年57岁 我个人非常的难过 坦白讲 待会跟你们说 就连我啊 那些 我有一个很不沾染世俗的朋友 他完全不追流行文化的 但是我问他 我问他说 你知不知道周海妹过世的新闻 他说不知道 我蛮惊讶的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知不知道 30年前那个杨佩佩金庄大戏 八点档倚天涂隆记 他就说 哎我知道我知道 你就知道当时多么的有名 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那你知道演周芷若的那个人吗 他就说 哦我知道周芷若 我知道周芷若 我就说 他过世了 他才惊觉 哦 大事件 白鸡打掉 我也想到时候呢 我昨天晚上呢 就开始 很不舍的感觉 我无法形容我的内心 我的 就是一种胸膛闷闷的感觉 我就开始搜寻 以前的这个八点档画面 然后我就播了 他们那个主题曲 哦 就是周华健的 周华健的这个片头曲 刀剑如梦 就是那个 来也重重去 也重重 很不能相逢 我现在唱的时候 都有一点起鸡皮疙瘩 哦 在播的时候呢 真的就是有一种怀旧感 然后有一种伤感的感觉 就跑了进来 哦 我小时候呢 还特地跑去唱片行 买了那个录音带 那个时候还有卡带 这种东西 可能现在你二十几岁的人呢 会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当时就是非常的风靡 大家都非常爱这个这个剧 哦 那当时周芷若的 就是由这个周海妹来饰演的 坦白说啦 我连演张无忌是谁 我都忘了是哪一位演员 哦 我一度以为是那个 青春飞龙 那个是什么 飞龙在天 我一度以为是飞龙在天的演员 然后后来查了一下 哎不是不是 是马景涛 马景涛 我怎么会忘掉呢 但是对周芷若的印象呢 是特别深刻 即便其实 我是叫不出来这个演员的名字 周海妹 我叫不出来的 但是对周芷若的印象 非常的深刻 为什么呢 因为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漂亮 而且他诠释周芷若的那种爱恨纠结 到最后黑化的起程转折 真的让人印象深刻 受到这个师父的命令 最后一件刺向张无忌 真的是这个姚尼姑 姚尼姑 但是我也坦白讲 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后来就没有再持续关注周海妹的动态了 所以我就说了 我连他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那昨天睡前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 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 我觉得后劲有一点强 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突然想到这件事的时候 还有点 哇真的吗 然后胸口闷闷的感觉 那周海妹她过世的原因 根据这个新闻的报导 是因为这个红斑性狼疮 如果你有看过这个小说 痞子菜的这个作品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这个女主角青舞飞扬 就是红斑性狼疮 那我自己的听众当中 也有人是患有红斑性狼疮的 有这个疾病的 曾经有一次在演讲的场合上面 我也有跟其中的一位 有面对面的对话过 那在了解她的病况之后 其实真的替她们感到非常的不舍 因为这个是无法根治的 没有办法逆转的 而且这个病情是非常的危急的 随时都有可能会恶化 然后人就走了 就像是周海妹57岁而已 非常的年轻 所以我也常常提这些我的观众们 其实有好几位 有跟我讲过 他们有红斑性狼疮的 我内心里面都会 一方面替他们感到很担心 一方面也很不舍 很辛苦 那我也都有答应他们说 我在私底下一定会为他们祷告的 事实上 只要你是我的听众的话 我经常在自己私人的时间里面 祷告的时候 想到的时候 我都会为我自己的听众 祷告一声 希望神能够保守我的听众们 All right Really Guys I love you guys 那这个周海妹呢 生前啊 近几年啊 他也有再次的演出 这个《倚天屠龙记》 那他演的角色呢 因为当时已经50岁了 所以当然不可能再演这个周芷若 他就升格为 妖尼姑 就是个灭绝师太 那当然他也有演很多其他的 这个戏剧了 但是在50岁之后出来演的时候呢 就开始有很多的网路霸凌 很多的网路言语哦 讥笑他说 啊又老又丑 怎么又出来了 还有人甚至说呢 我这边有这个留言哦 甚至说 你都红班性狼疮了 怎么不去死 我真的觉得 怎么会有人类说出这样子的话 我真的很难相信 我真的有时候 也觉得人性让我大开眼界 坦白讲 也有人呢 指指点点说啊 你没有结婚 没有生孩子 人生不圆满哦 坦白讲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说得好听一点 关你们什么事 like really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些人我真的觉得 真的很无聊啊 那幸好 周海妹感觉 他个人的态度是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啊 我想要过 我想要的人生 那我想要过 我自由的人生 不大在意这些哦 他有一句 David Goggins 非常有名的一个 励志型的网红 David Goggins 他说呢 you'll never meet a hater doing better than you you'll never meet a hater doing better than you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你绝对不会遇到 有比你过得更好的酸民 你绝对不会遇到 比你过得更好的酸民 我真的 非常同意这句话 我个人对于这些酸鱼的想法呢 是什么呢 任何的创作者 多多少少一定会遇到 我蛮感谢 其实我没有遇到特别多了 最近一个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你长得有点像鲸鱼 OK我承认啊 因为我用广角镜嘛 所以我这个鱼眼效果嘛 OK我是鲸鱼 All right I'm a goldfish 但是我真的认真讲 我对于酸民的想法是什么呢 I don't have time for you I don't have time for you I have better things to do in my life 我真的没有时间 花在你们身上 因为我人生当中 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Really 所以我觉得这是给他们 最好的回应 就是不要回应 因为我的人生很有意义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会有时间 在这边去酸别人 又老又丑 还骂人家去死 你的人生大概没有什么 更重要的事情 正在进行当中吧 是吧 I don't know That's just me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周海妹在2019年的专访当中 他就有去回应这些事情 为什么当时后来 他删除了他这个微博账号 我这边有他当时的一个专访片段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他当时的一个原因 当然他是用这个粤语讲的 All right Here it goes 其实我删这个微博呢 当时很多人就说 路删微博啊 就是说我好激气 其实我一点都不激气 那么我觉得 他讲了一段内容 那我大概用这个普通话吗 这个Mandarin 跟大家说一下 他说呢 其实当时很多人都说 我怒三微博 这是2018年5月的事情 那他又说呢 他们说我很生气 但其实我一点都不生气 我觉得这个平台 不太适合自己 我不太喜欢一些 故意磨黑 恶意去针对的言论 我比较中意 温和的 视觉会 宽阔一点 在公平的平台去玩 他是这样子回应的 那我必须说 我对他认识 非常的有限 我并不了解他 我对他的认识 坦白讲就是 仅止于周梓若 30年前的那位周梓若 但是我觉得啦 我个人观感是 我觉得 他在他非常短暂的人生当中 应该是有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自由 他应该是有活出 自己想要的人生 所以啊 也不要再提他感到难过了 是吧 应该这样想 虽然还是有一点 坦白讲 所以昨天呢 我就在思考 我这种难过的感觉 或者是说怀旧感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是一种很深层的 有时候是闷闷的感觉 有时候是很雀跃的感觉 到底这种怀旧感 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就想到了 我前一阵子在读的书 那我在上一集的podcast 我也有介绍这一本书 叫做你发生过什么事 这本书我非常超级推荐 它是一位儿童的精神科医师 在撰写关于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不要觉得 这跟我无关 这本书里面提到 任何人都需要知道的知识 特别是为人父母们 所需要知道的知识 我真的真心推荐 赶快去弄一本来看 在第29到34页 我昨天翻了一下 还有104页的地方 它就有讲到 人的记忆是怎么形成的 首先它就讲到说 在最早期的经验 人最早期的经验 对自己的影响是最大的 是最大的 因为在那个时期 大脑是迅速发展的时候 这就有一点像在盖房子 你在打地基 在买管线的时候 那个时候非常重要 因为当你房子盖完了之后 你想要更改你的管线位置 你的配置结构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你必须要打掉墙壁 你必须要拆掉水泥 你整个家几乎都要翻掉了一番 所以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小时候 你的经验 你的记忆对你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父母们 真的很重要 爱孩子 怎么养育孩子 非常的重要 那他提到说呢 大脑的发展顺序 是这样子的 他一般来说 是从低阶发展到高阶 也就是从你的脑干 脑干是负责这个 呼吸心跳体温的 它是一个比较 我们讲原始的脑 其实不是原始的意思 而是它是 关乎人生存的 比较长久存在的 一个脑 脑干的部位 慢慢的成长 发展到肩脑 然后掌管情绪的边缘系统 然后最后是这个 大脑皮质 也就是负责人的认知 理性思维 这个部分的脑 大脑皮质 那我们的感官讯号 我讲的是 听 听 看 触觉 我们的感官讯号 在输入大脑的时候呢 也会是经由这个顺序 进入大脑的 也就是说 会先经由你比较低阶的脑 也就是你的脑干 到你的情绪的边缘系统 然后最后才到你的高阶认知的 皮质 所以为什么人在生气的时候 人在害怕的时候 紧张的时候 没有办法很理性思考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所收到的感官刺激呢 讯号都是先从我们比较 原始的脑 一路慢慢推展到你的 比较高阶的脑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呢 所以在形成记忆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我们在接收任何的记忆的时候呢 一定是有大脑的五官的 这个讯号输入 看的 听的 闻的 触觉的 等等 那我们这些感官输入 讯号的时候呢 大脑会怎么样呢 会把同一次经验的 同一个经验范畴里面的 视觉 听觉 嗅觉 触觉 讯号 全部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种复合式的 一种compound的记忆 复合式的记忆 所以啊 举例来说 当你长大了之后 但是 好几百年之后 还是好几N年之后呢 当你听到了你当年 第一次失恋的时候 最爱听的那一首流行歌曲 这个时候呢 这个声音的讯号 就会一并地唤醒你 在那个当时的 时空环境背景 所一起输入的 其他感官讯号 所以你会感受到 当时失恋的心情 当时失恋的 触觉 嗅觉 感觉 都会一一地浮现出来 那我以前看过一个 关于怀旧的脑神经科学文章 我印象中 他有提到类似的观点 但我昨天就是找不到这个文章 所以呢 这是我自己对于 这个怀旧感的一个解读啦 我不知道正不正确 坦白讲 科学上来讲 我没有办法 说百分之百正确 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解读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 你发生过什么事 这个没有业配 但是主板社如果有 意愿业配也可以来一下 所以啦 我就在想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 周海妹过世的消息 周直若走了 以天屠龙记 我过去呢 在下课之后呢 晚上八点那种 追八点档的兴奋感 和期待感 就一一点亮了 我那个年纪的 那个时候 那个年纪的记忆 我那个年纪 小小JR的回忆 心境 感觉 好像就一个浮现了出来 然后重点来了 因为他消失了 他走了 他离开了 所以好像就有一部分的自己 就跟着被夺走了 那种感觉 我的诠释是这样子 我的描述是这样子 好像自己的一部分 就不见了 就被夺走了 那我不知道这样的诠释 对不对 也符不符合科学 但就是我的一种feeling 我的feel 总之呢 今天晚上呢 就很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内心 这个很难过的心情 坦白讲 真心的希望 如果你相信人有灵魂的话 我是相信 我希望 真的 God bless you 希望你去到好的地方 All right In my religion 就是天堂 希望去到heaven 好的地方 今年呢 其实也有不少 其他的艺人 朋友过世 那我自己很喜欢的 另外一位 在今年过世的是 Matthew Perry Matthew Perry 马修派瑞是谁呢 Friends六人行的 Chandler 你有在看这个 I'll be there for you when the rain starts to fall 这个sitcom 这个sitcom的中文是肥皂剧 Friends六人行 他Matthew Perry呢 他在10月28号过世的 我最喜欢的两个角色呢 其中一个是 Joey Tribbiani 还有一个就是Chandler 那Chandler就是 由Matthew Perry 来这个饰演的 六人行当年呢 红 红透半边天 是很多 这些演员的事业的起头 但很可惜的是 这个马修派瑞呢 是这六个人当中呢 后来的人生 最失忆的其中一位 应该说 没有其中 就是最失忆 他后来这个酗酒 有酗酒的问题 有进入这个rehab 乐界中心 他的人生过得后来 非常的辛苦 那就在10月28号的时候呢 一样新闻出来说 他就走了这样子 那时候也是有这种 好像我的 过去成长背景的一部分 突然被夺走了 那种感觉 那或许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周海妹 也不了解Matthew Perry 可是可能会有一些 对某一个人呢 会很有感觉 特别是男生 Cobie Bryant Cobie Bryant 在是2019吗 或2020 2019 2020年的时候 他走的时候呢 我相信很多的球迷 一定有这种 被剥夺的感觉 Feel Deprived 好像自己的 回忆的一部分 被消失了 Cobie Bryant 那天早上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也是不敢置信 怎么坐直升机 人就走了 然后我后来还把它写在 我的第一本书里面 他的故事 这样子 当然了 后来的人们 对他的褒贬不一 因为他毕竟有一些 一些官司 我们就不多 不多聊这个部分 那当时也是闹得很大 他太太也不太谅解他 但是人非圣贤 孰能无果 不是说我们就完全 不提他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Cobie Bryant 在当时那个年代 对很多人来讲 特别是男生球迷来讲 是一个inspiration 至少在mentality 这个部分 黑漫八 这是Cobie Bryant的部分 那今年4月 我一定要提到一位 就是Mark Sheehan Mark Sheehan也过世了 他是谁呢 他是一个乐团 The Script的吉他手 The Script 很多台湾人 我不知道听不清楚他们 但是很多人听过他们的歌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hen the best part of me was always you What am I supposed to say When I'm all choked up and you're okay 有听过吗 这首好像Break Even 其中一首很有名的歌 我非常喜欢他们的音乐 一来音乐好听 二来他们的歌词都 通常是在谈一些社会议题 当然也有感情的部分 社会议题 或者是很正向能量的 鼓舞人心的一些歌词 他们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说 我们爱尔兰人 就是很爱说故事 确实 他的每一首歌 都像是一篇故事 我特别喜欢这种音乐 那他们在大概 应该是2018还是2019年的时候 有来台湾开演唱会 在台湾大学的新体育馆 当时我接受这个唱片公司的邀约 我就有去参加他们的记者联访 我就有去访问他们 那当时的访问场景就是 在演唱会之前几个小时呢 我们就去后台访问他们 那所谓的后台 其实就是台大的一间教室啊 有一点点简陋 坦白讲 那后面就贴了一下他们的海报啊 然后呢 他们就拿了几个课桌椅 就坐在那边就接受采访 那是一个记者联访 那记者联访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家 各家记者就派记者去访问同一个艺人 所以可能会是 两三个小时下来的一个时间 那往往呢 排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呢 这个艺人的脸都已经垮下来了 一方面很累 一方面呢 可能同样的问题被问了一百次了 我很多的访问经验呢 都是这样子的 通常记者最讨厌最后一个采访 因为通常艺人已经累了 有些还会给脸色摆架子 那我就是最后一个 因为我当时是用YouTuber的身份去采访 所以我要架摄影机那些 还要架灯光之类的 所以我是最后一个采访 但是呢 即便如此 他们非常的nice 他们是我遇过数一数二最nice的艺人 其中另外一个艺人是维里安 维里安我也觉得他非常nice 他们非常的nice 即便到最后 这个 Glen 而且顺序忘掉Glen啊 Daniel Donohue啊 还有就是Mark Sheehan 这个影片我放在YouTube上面 有兴趣的话 你们都可以去看 那在访谈过程当中呢 当然聊了很多啊 然后很多的互动啊 他很好笑啊 Daniel Donohue是主唱 他还把他的外套拿 跟我的坏 把他的外套脱下来 然后跟我交换外套来穿 然后就很好笑 留下了一些很好玩的照片 所以当我知道Mark Sheehan 过世的时候呢 我这种感觉又很不一样 因为毕竟我们曾经亲自的 短暂的相处过 而且他又是那么的nice 我还跟他们一起唱歌 在那个访谈当中 所以当我知道Mark Sheehan 走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我的哀悼之意 我发了一个贴文 tag了他们 好像我能做的就是这样子 然后帮他们祷告 他们三个是很好的朋友 It must have been hard 唉 讲一些比较温馨的好了 那那天的这个访谈结束了之后呢 他们就急着要去彩排 然后彩排完之后 过了几个小时 他们就上台了 那当时我记得 后来的新闻报道是说 那天来了两千多个粉丝 来朝圣 那我就是其中一位啦 所以呢 我就在现场听他们音乐的时候 很兴奋 都是自己很喜欢的歌 又是自己很喜欢的艺人啊 然后呢 唱到一首歌的时候呢 突然Daniel Donahue 他们的主唱呢 在两千个人当中 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 他就看到我 然后就手指向我 然后在那边跟我 使眼色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很特别 你在两千个人当中呢 突然被凸显了出来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记忆点 所以 不知道现在The Script 有没有找到其他的吉他手 最近有点没发到他们的消息的 但是忠心地祝福他们 All right I hope you guys are doing well If you ever get to listen to this podcast All right The Script Danny Glen And Mark Please rest in peace God bless you 另外一个艺人呢 2017年 离开人世的是 鼎鼎大名的联合公园 Lincoln Park的Chester Bennington 我会有感觉是因为 一方面我是他们的乐迷 非常喜欢他们的音乐 In the end 要不要 那个歌 他的歌声太难唱了 太高昂了 Chester Bennington 2009年吧 应该是吧 中山足球场还在的时候 曾经有来中山足球场 开演唱会 帮他开场的嘉宾呢 是Huber Stank 和All American Rejects 当时我跟ICRT的 另外两位DJ 一个是Emily David 和Joseph Lin 有去后台采访 他们的开场嘉宾 非常的开心的一天 采访完之后 当然我们就留下来 听他的演唱会 太很惟惊人 Chester Bennington的嗓音 他怎么可以这样嘶吼 真的是太可怕了 Chester 那就在2017年的时候呢 得知他的死讯的时候 也是对很多的 这个乐名来讲 是非常大的打击 特别是在他 比较晚期的一些音乐呢 其实已经走到一些 比较 比较gloomy的那种风格 比如说 Shadow of the Day啊 还有那一首歌 我忘记叫什么 Why is everything so heavy? 好好听 但是唱起来就是很伤感 想不到那其实就是 他当时真的很内心的 真实的心情写照 觉得 好像没有人可以拯救他 好像只有 like 我有点忘记他的歌词了 但是好像没有人可以拯救他 脱离他内心的魔鬼 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 就离开了人世 听到这里的朋友呢 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些 很困难的时刻 如果你在经历忧郁症 请你一定要首先寻找 专业的帮助 但我想要讲的是 生命真的非常宝贵 There are people out there who really honestly care about you You just don't know You just don't know But there are people out there who are praying for you who are caring for you And moreover I don't know if you believe in God or not But God loves you too God loves you the most All right 不管你有没有 不管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相信神 但是请你相信 一定有人深爱着你 一定有人深深关心着你 你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不知道这些人在关心着你 就算真的找不到人帮助你 但你必须要知道 神是爱你的 All right Like honestly This i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真心的祝福 这些遇到困难的朋友们呢 一定要挺过去 All right 三不转路会转 All righ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l right Everything OK 另外一位呢 也不是 也很不幸过世的 就是 也让我很受到冲击的是 Robin Williams 罗宾威廉斯 我相信很多人对他印象深刻 又幽默 口才又好 反应又快 然后演出过无数的 快日人口的电影 像是 Good Morning Vietnam 早安越南 心灵捕手 Good Will Hunting 心灵点滴 他演一个医生 一个快乐医生的 一个故事 睡人 也蛮游戏 这些都是一些 蛮经典代表作 那很不幸的 Robin Williams 他虽然是一个非常 让人家感到开心的邪心 但其实他内心里 他其实内在里面 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然后很多的 自己的心魔 后来过不去 讲一些比较 温馨的好了 让人想到他过去比较 开心的一面的事情好了 有一次呢 他去美国的军营 可能是去绕军吧 他就去做那种 单人喜剧脱口秀 那讲到一半呢 这个军营里面 有一个习俗 这个突然呢 号角声就突然响起了 然后全场几百名 美国大兵呢 就突然全部 站起来 起立立正站好 然后全部向后转型 举手礼啊 那这个罗宾威廉斯当下就被吓到说 哎 花心什么事啊 怎么 怎么大家突然就不理我 然后就转身了 这自顾自的就开始敬礼起来的 然后这次一敬礼呢 就过了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 他非常的惊讶 哎 花心什么事啊 但他也就这样子 默默的 静静的 尊重他们的传统 然后在那边等他们结束 号角的声音结束之后呢 这些美国大兵们呢 又全部都转了回来 这时候他又才重新拿起麦克风 开始继续搞笑 然后他一开口呢 他就说了什么呢 哦 这个真的必要毕生难忘了 我跟你们讲 我从来没有遇过 有全场观众 同时站起来 一起转身说去你的 然后他又说呢 我还心里想 那里是不是有人要打过来呢 然后全场这些美国大兵们 就大笑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这个临场反应能力 是非常快 这个影片在网络上 你们可以去寻找 你就找Robin Williams Military 或者是American Soldiers 你就会找到 可以知道他的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总是带给人欢笑 就让我想到 我爸爸常常提起的一位 有台湾着别灵之称的 许不了 我爸过去常提到这个人 他说 他的人生其实 后来蛮辛苦的 那套一句 这个朱延平导演的话 他说许不了 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就是 现实生活中 天生的小丑 把欢乐带给别人 把眼泪流给自己 我相信 很多的邪心 或许都是这样子吧 但是 希望啊 真的我们每一个人 都还是要能够找到 自己情绪的出口 还是要能够找到 能够 发泄出来的也好 抒发出来的也好 很正向的方式 来去面对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些困境 即便再辛苦也一样 生命 再强调一次 生命 成可贵 非常的宝贵 是 绝对 我强调 是Absolutely 绝对值得我们 奋斗到最后一刻的 All right God bless you 我常常会觉得 终究啊 人人都会有意思 但更重要的是 What do we leave behind to this world when we leave Like what do we leave behind to everybody 我们最终 会留下给后代 留下给世人的是什么 这比死亡 这个议题 我觉得更重要 那俗话说呢 这个胡死流皮 人死流民嘛 但是我觉得名非常的cheap 名气这种东西 非常的虚无缥缈 非常的evanescent 非常的短暂 我真的觉得 其实 真的人不要去追求 名利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做自媒体 就非常有感觉 今天爱你要死 爱你爱到要死的粉丝 可能是明天的黑特 但今天的黑特 有可能是你明天的死中粉丝 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过不去的 所以名气这种东西 真的不要 don't go after fame don't go after clout go after the ability to be influential 要去追逐影响力 而不是名气 事实上呢 我啦 我个人啊 我说过好几次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没有人相信 我大家都会哈哈大笑 但真的啦 我在社交场合呢 总是会有点想回避 我只会跟很熟的朋友混在一起 哎 讲到这个真的是 蛮多东西可以聊的 但总之呢 我认为啊 人追求 对我来说啦 对我来说 追求名气的唯一理由是 它背后的影响力 因为透过这个影响力 我可以带给这个世界和社会 我想要带给它的正面影响 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今天我可以找到一个 比起名气更有更好的途径 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like if I'm rich 如果我有钱的话 我今天可能不会在主持节目 我今天可能不会在 镜头前面跟大家见面 我可能会在幕后 因为我的个性使然 但是我今天就是真的想不到 以我的个人特质 有没有比起在萤幕前 更好的方式 来发挥影响力 带给人们正面的影响 我会想来想起 至少目前来讲是没有 所以 我还在这里 那最近呢 我常常在烦我的家人一件事情 特别是家里的这些长辈 我常去烦他们一件事情 他们都觉得我很烦 我常跟他们说的 我没有办法 意思上是这样子的 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汲取你们用一辈子的时间 累积的人生智慧和经验 所以你们应该要趁着你们 精神和力气 还有身体都还很健康的时候 赶快把这些传扬出去 你们一辈子累积的知识和智慧 不要有一天呢 就默默地把他们跟着你 一起带走了 把他留给后代吧 我到现在都还会一直烦他们 你们现在很健康的时候 赶快把这些东西给留下来 因为有一天后代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然后我呢 昨天晚上我在读书了 那我有一些很爱阅读的朋友 我们常常就会在坐下来 一起呢 为父心词强说仇吗 我们就一起聊聊国家大事 自己忧心什么事情 自己内心的感触 常跟那些朋友们混在一起 刚刚我还在跟其中一位吃饭 所以昨天下午我在读书的时候 读到一半 我突然有感而发 我就站起来 读书读到一半 然后就发了个讯息 给我刚刚在吃饭这位朋友 我就说 我们真的要好好计算一件事情 要计算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学习 然后剩下多少时间可以使用这些学习来的知识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学习 然后剩下多少时间可以使用我们这些学习来的知识 我们总不能学习5G的走进天堂吧 当然我不是说我学习5G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真的是财书学浅 该要了解的东西还多着呢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人 我必须要承认 太多不了解了 但是呢 难道我们学了这么多的东西 到最后就带着自己 跟着自己一起走进坟墓吗 这样不会很可惜吗 所以我就这样跟我的好朋友传讯息 结果你知道他回讯息给我什么呢 他就回讯息说 你存那么多钱 没看到一场欧冠就要上天堂了 不会很可惜吗 我跟你讲 我朋友们就是很爱讲干话 欧冠是什么 欧冠是欧洲的一个最顶尖的足球赛事 那最近这阵子他就一直约我说 明年六月我们去看这个欧冠的决赛在英国 那要花蛮多钱的啦 这个票也不便宜 机票也贵嘛 他就一直约我一直约我 所以他才说了这句话 你存那么多钱 没有看到一场欧冠就上天堂了 不会很可惜吗 那我就回他说 这个有一个先决条件的问题 外加一个假设性的错误 那就是首先我没有很多钱 然后有票的话 其实我也想看 这个票你想要还不容易买呢 你还要抽签来抽这个买票权利 然后票又特别的贵 然后我朋友就回我说 这十万块一两个月就可以赚回来了 但要找到时间跟朋友一起看球 只是无价 哇拿这个广告词来攻击我 所以我就回他说 这个十万呢 恐怕不只是一两个月 对我来说 但有欧冠票的话呢 我是一定会去啦 这个正所谓呢 这个真的是正向心理学 有一个研究 真的是很严谨的研究 他们发现呢 用钱买好的经验 正面的经验呢 比起买物质呢 会更显著的提升你的幸福感 用钱去买正向的经验 譬如跟朋友一起吃饭 跟朋友旅行 当然前提是是好的朋友 是一个正面的经验 如果我听到很多说 一起出去旅行 然后回来就变仇人了 不然呢 不然呢 买正向的经验 是比起买物质更重要的 所以这几年来 我慢慢的开始 也有一个改变一个生活观 就是我愿意花钱 去买好的经验 物质呢 我个人是真的 没有什么物质欲 我很会存钱 不大会赚 但很会存 但是我很愿意花钱 去买好的经验 所以呢 呼吁我那位朋友 如果你真的有买到 欧冠票的话 那就走啊 就走啊 10万块 痛 但是我们花一点时间 再把它赚回来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存钱了 厂商们有听到吗 这个podcast 也可以来联名赞助 好不好 好 那对于一项以来 一直支持 我相信如果你听到现在呢 表示你一直以来 都是很支持我们这个频道的 也是非常支持我JR的 经济状况允许的话 特别强调 一定要考量自己的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允许的话呢 可以加入我们的 YouTube频道会员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 或者是呢 去到我们的Patreon 账号一样是JR Lee Radio 我们的Patreon呢 这是我最近在开始摸索的一个东西 虽然很抱歉的是 我其实没有办法提供给各位 什么样的福利 没有什么样的perks 可以提供给各位 我不知道有些 比较大的创作者 你参加他们的频道会员 会有一些福利 那我真的很抱歉 我没有 我先跟你们说明 但如果你还是愿意支持我的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真心的感谢你们 非常的感谢你们 但再次强调 请考量你们的经济状况 但最后呢 最终 Ultimately 我要讲一句话 光是你们愿意收听我的节目 The J.R. Lee Podcast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All right 那知道你们因为节目里面的内容 生活哪怕是一点点的 一丁点的受到正面的影响呢 这个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All right 非常的感谢你们 很不好意思 跟你们讲了这么多 今天这期Podcast是加入的 因为听到这个周海妹的事件的时候 非常的难过 情不自禁 很多话想要讲 就讲了 All right 我花了大概一个下午的时间 稍微准备了一下 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样录了 All right 生命 撑可贵 撑可贵 All right 我们下一次再见 God bless you all God loves you all Peace They tell me that I'm never gonna make it They want me to do something that can make sense They hate when I keep dreaming I'll be famous 拜拜 感谢观看